今天是一期有关纽圈埃里克斯的纪录片 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直接开始 朝霞开始是浅黄色的 染黄了一大片的云彩 整个天边都变成了黄色 紧接着浅黄色的云彩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红点 红点越来越大像个染料包一样 一下子就把天空染成了橙色 万物开始复苏 雪山开始微微融化 小草在清晨的微风中慢慢摇曳 芳草阴阴 牛羊成群 这就是出生的太阳 清晨的到来 新的一天就此开始了 但是今天早晨的这群牛牛不太对劲 它们甚至顾不得多吃几口鲜嫩的小草 就匆匆逃离 MC动物往往可以感知最初危险到来的前兆 当有奇怪的东西进入到它们的感知范围内时 它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远离 突然间风雨骤变 天昏地暗 下起了飘泼大雨 大雾重重 这群小知音们躲在树下避雨 而眼前的这些繁茂的深色橡树 要想长得更加茂盛 它们就需要经过多天雨水的持续浇灌 但是树木们并不知道 此刻下的雨水 可能不是来自常规MC世界所产生的 高能恐惧的时刻 从此刻已经拉开了帷幕 如果你已经坚持看到这儿了 麻烦你动动你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按钮三秒钟的时间 咱们正式开始 原本就黑暗的五顶森林 在黑夜到来后显得更加阴暗 而一个诡异的实体出现 它就是扭曲埃里克斯 它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在半鬼里 在MC圈子中 有关于它很多的谣言和传说 有些玩家认为 它是代码故障导致的 也有些玩家认为 它是猫匠的底层开发人员 以极大的恶意进行编程 故意创造出来的 但不论各种传言如何去揣测 事实上扭曲埃里克斯 已经从此刻开始展开了 对MC的破坏 它与其他的奇怪实体一样 MC动物并不是它的主要袭击对象 而是那些正在游玩的玩家 两道闪电轰隆作响 击打在它的身上 很快 这个充满着危险与未知的夜晚 过去了 在这片生物群落的地平线以外 有一座正在搭建的小屋 而这里有两名萌新玩家 他们使用着最原始的MC皮肤 史蒂夫与埃里克斯 两人正在努力地搭建了他们的住所 赶在天黑之前 他们必须要有住的地方 大约15分钟过后 一座崭新的木屋拔地而起 而太阳已即将归西 很快夜幕降临 大量的僵尸蜂拥而出 他们的出现 给人类玩家的生存增加了困难 史蒂夫与埃里克斯 必须要想办法 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摆脱这群僵尸的侵扰 史蒂夫与埃里克斯 玩了一招调火离山 成功将这群僵尸解决 沾沾自喜的史蒂夫 又一次地在埃里克斯面前 威风了一把 两人开开心心地打开了屋门 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更加危险的东西 正在朝他们靠近 扭曲埃里克斯 就站在距离玩家住所不远处 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玩家住所 他并没有立即行动 他并不担心他会暴露自己 因为在服务器的在线列表中 根本不会显示他的存在 就这样 扭曲埃里克斯 时不时地就会站在远处 注视着史蒂夫与埃里克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史蒂夫和埃里克斯 也逐渐意识到了不远处 有奇怪的东西出没 一天接着一天 扭曲埃里克斯频繁的出现 让史蒂夫与埃里克斯的恐惧感 正在慢慢增加 待时机成熟之时 扭曲埃里克斯就要开始行动了 他趁玩家们不注意 偷偷溜进了他们的住所 偷偷拿走了他们的物品 然后再偷偷制造一些诡异的声响 来了老弟 随后消失 回到住所后的玩家们 看到物品消失后 开始变得更加的恐慌 他们开始坚信 游戏内除了他们以外 还有其他人 在此之后 扭曲埃里克斯不断地在玩家周围 制造怪声以及奇怪的现象 当玩家们听到周围出现声响后 便会出去调查 而扭曲埃里克斯便瞅准时机 就是现在 以训练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玩家的住所 开始破坏 并且扭曲埃里克斯会禁用游戏中火焰燃烧的音效 这样使得熊熊大火燃烧不会产生任何的声响 直至玩家们放弃探索后回到住所 发现这一幕 史蒂夫与埃里克斯现在的感受 就如同屏幕前的你一样 内心充满了紧张与恐惧 而扭曲埃里克斯就会趁这个时刻 让他们看到自己 接着玩家们的屏幕开始出现故障 他们纷纷被踢出了服务器 不过扭曲埃里克斯还在这个世界中活跃着 他会将这次的事件存档在他自己的文件中 接着他便会在这广阔的MC世界寻找下一位有缘人 不管扭曲埃里克斯是否是真的 如果当你在自己的世界遇到了他 你会怎么做呢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嘛